明星的身体缺陷,张子一腿,黄神一眼睛,而他天生就没有子宫,大家好,我又来了,我是原创小编,每天持续为大家带来娱乐八卦的最新动态,分享一些小编的真实想法,带你走进偶像的真实生活,了解更立体的他们。 张子一张子一出生于北京,中国电影女演员,最早是被张一梦发掘,主演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而成名,张子一不管从颜值还是演技上,都没得挑,拥有超强气场和完美气质的,她,貌似因为两条腿的长度不同,而没办法实现成为舞蹈家自己的梦想,刘诗诗因参演步步惊心,而一炮走红的芭蕾舞演员刘诗诗, 其大气的外形,甜美的长相,为她赢得了不少欢呼声,但是她的右耳朵前面长了一个小肉流,左耳朵没有,因此她一把都会露出左耳朵,一般不会扎起头发。 黄胜一黄胜一出生于上海辅东新区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,当然凭借电影功夫出的黄胜一在出演新年的电影时,虽然非常的美,但是还是让人看出了她的缺陷,就是有一些斗鸡演,看起来有一些奇怪,不知道大家看出来, 何小贤何小贤一名台湾演员,老公何守正,台湾篮球运动员,何小贤清纯的时候查出没有自宫,就无法生育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两个后来也离婚了。 其实离婚不可怜,可怜的是和小贤自己也很想要孩子,但是她这辈子注定不会有自己的孩子,了。 小编说了这么多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投稿其他的明星,或者喜欢我你就转发我,您的点赞是小编写文章的动力,如果您觉得小编写得不错的话,请您推荐给您的朋友, 如果对我的作品有什么意见或建议,请直接在这里留言哟,谢谢支持,点赞每三声,评论负三声哟。